有没有话跟消费者说 双手上扣遭到刑事局人员压解出来 直播主连千亿被指控诈骗吸金遭到搜索约谈 多达十多人提购指控连千亿利用NFT诈骗 解放朝诈欺组织犯罪侦领20万交保 而其中一名提购的是他 另一名直播主迷你迭就曾在脸书po文 几乎钱都不见了附上截图 其中一张显示余儿是零 另一张则显示NFT已被下架且无法交易 事后也决定报警处理 虽然连千亿在脸书公告是系统问题 国中人已经向系统申诉 但这回刑警局调查发现 他声称用NFT可兑换的商品 iPhone13是展示用的塑胶模型机 钻石则是大陆的山寨人工钻石 手表也是贴牌假货 除盘价值才几百块 连千亿在被警方带走之后 老婆马上po出了现实动态 内容似乎一有所指 但短短三分钟就马上闪文 这辙现实段上提到要说笑话 神明跟神棍说 他老婆在外面有男人 然后他今年要走大运赚大钱 现在看来怎么觉得有点讽刺 让人联想到日前连千亿 po出黑丝袜照片 怀疑妻子外遇 后来又宣布和好 有没有关联 连千亿交保后 低调关机没有回应 其他日前还有组织枪炮案件 卖假名牌包 分别还在审理侦查中 现在又三千NFT诈骗 真的是官司产生 TVV要计划讲连关系 新闻视频道 请支持TV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